大家好 我是林Sir 歡迎來到FindLang730的節目 《港防研究所》 今天我們再講講啟德 因為踏入暑假 其實啟德區或全香港的樓市 或大家出街都看到 全香港的遊客數目都有很顯著的變化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啟德區的區域經理 Brian過來跟我們聊天 多謝Brian 林Sir 你好 是的 Brian在啟德區工作多年 事不宜遲但我想說啟德區最近有些不好的消息 有些人說內地人來香港買房的熱潮已過 因為有些內地的媒體 例如抖音、小紅書說 來到香港買房的話 又多集費又多管理費是內地所沒留 加上 就以香港的土地註冊處成交數字 由2024年活躍的9,000多宗樓房買賣 逐漸下降到6月的5,000多宗 即是9,000多、7,000多、5,000多宗 大家到了暑假了 想問Ryan 其實在啟德區的內地人購房 香港人兩人都說 其實那天熱潮是否不再呢 林Sir 或者在我自己的工作方面 如果你說在俄利區的區域 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看樓量 其實每天都很遲 如果你有留意過去 我們跑道區 某些屋苑 尤其是熱樓 基本上 你看到每天都很多人在這裏拍車 拍車是做甚麼呢 其實那邊沒有購物店 一定是來看樓的 是的 有些中港的七人車 或者我們自己有些香港的其他家庭車 基本上都是在那邊的地方 真的來看樓的 所以你說是否減了熱潮呢 以我工作的認知之后 不見的 每天的看樓量都是持平的 我叫做這樣看 可能一天的同事平均看多少個轉樓 其實現在以我們的燕樓 我們有兩個屋苑 平均平日我們計算 都起碼4至50台 如果計算星期六日 靠近高峰期差不多100台 你純粹計算燕樓 最近有個樓花 那邊更厲害 那些看樓量 所以你說在我們 如果啟德區 來計算 那個看樓量或成交量 都好像沒有怎樣走廣 明白 是的 全港的平均數字 和今天我們主要問一下Brian 集中啟德區的數字 也有些不同 但另一件事 我發覺啟德 始終網上的人說 他開過那些盤 開過那些質有些怪 經常開了兩房開放儲 但反過來 有很多內地人買 有些事實 找到很多內地來買家 其實我想問 是不是內地朋友 零零射射喜歡兩房開放儲 還是依據你們實地考察意見 他們喜歡選甚麼類型的單位 其實如果你說內地的朋友 他們的現樓喜歡多一點 始終可能在國內的生活 他們買房,可能都是看現樓多 所以我們現樓的間隔是很多元化的 除了開廚 以我的工作認知,除了小朋友 有小朋友來香港生活,他們正在賣廚 通常一般的年輕人在國內生活 他們其實都不怎麼煮飯 所以他們是開廚和緊廚 其實以我來看,不是很特別的 他們選擇的方向 最重要是選擇地點和景觀 就是啟德區來計算 如果你說跑道更加好 因為整個社區來計算,他們不想那麼多人 剛巧跑道又是一個三邊畫的地方 所以他們比較喜歡在啟德的跑道區 我最近都去過,發現有不少景象 第一,我發覺啟德區多了一個新的行業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合法 類似有排車仔 我轉到回旋處 譬如你知道,裡面有些樓盤 沿著中間,空中是否在乘風道 即是趕坐,請止靜 再由乘風道到回旋處 發覺回旋處的尾是12時方向 放入四輛車,雖然那些可能不是標位 再由我駕駛回旋處 我和同事看到,真的在乘風道那邊 真的要小心點,走車 可能有這個人,也不是叫衝出來 走出來而已 跟你招手,不是看不看樓 不止一個 其實,這是我真實去到啟德所聞 其實我想問一下,在啟德區 現在,普遍的銷售情況是怎樣 以及對現象,背後是怎樣弄成這樣 我覺得,如果有泊車仔 或者幫你泊車 基本上,中介也好,地產也好 有生意才會這樣做 其實在我們跑道區 如果見到那麼多同業 這樣做,代表有提樓量 有成交 所以會做到這樣的行為出來 我真的覺得 明白 剛才提到成交,我也想八卦問一句 有沒有其中一個租務 或者買賣的成交 是關於內地人近來的 可以分享一下 他們是甚麼人 為何買香港樓 最後選擇了甚麼房 他們選擇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其實如果我認知 工作上 其實很多國內的朋友 他們選擇樓的都是港票 其實他們是中情的社區 因為始終比較有活力 新鮮和年輕 因為始終他們 可能看一些地區 不同香港其他地區 比較老一點 無論中間有同新樓 你看到像ASI 或者車站廣場 全個地區都是新的建設 所以很多國內的朋友 他們很喜歡這個位置 最近你看到租務 其實他們是租住城中心 有租住跑道區的也有 因為他們都符合要求 基本上地鐵、購物 以及一個很大的陸化空間 所以他們甚麼屋苑 最重要是適合戶營 適合租金 其實很快 有時我們稱為即體即簽 他們如果計算租務來計算 兩房亦都有 三房有些家庭客 最近是客網區 始終我們的客網都不差 其實變相我們現在整個啟德區的租盤 很緊張 未必真的有那麼多較急盤 就是這樣 看回網上數據也是 其實成交租務更少於買賣 因為沒有盤 當然租務不會單單trace 不過確實實在 可能大家去看看租都會發覺 其他租盤不太容易找到 不太容易看到 會是 你覺得哪類型的租盤最缺 哪類房型的租盤最缺 兩房三房都缺 因為始終我們有很多客戶 是等待單單 這個不是說笑說真的 因為始終有些客戶已經在租房 他在想 至於想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想像河東一個河西 有些可能住在河東 比較想轉去河西 一邊轉去一邊排隊 如果你計算Henley更加男人租盤 因為我們整個汽車區 六星級天花板的盤就是Henley 因為近體育園 近將來的K11購物店 那個景色最漂亮 又可以走回去 如果是城中心最天花板的盤 但如果有些國內朋友會選擇泡道區 因為全部都是網海境 因為國內朋友很喜歡網海境 還有那些運動設施也好 只留下一條環跑鏡 自己都覺得很吸引 還有單車鏡和環跑鏡 還有我們香港也有朋友喜歡住汽德 如果你有留意過逢星期六日 其實有很多寵物展 有大寵物或小寵物 全部都在城中心裏做活動 所以我都見 汽德的發展都可以親眼啟動 我想也不只是我和你坐在這裡可以形容 包括是平時駕車去的現況 即是泊車 泊車你都可以當作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當初寵物展 還有附加設施 全部都歷歷在目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先感謝Brian 其他剩下的事讓大家去其他感受一下 下集再談其他事 再次感謝Brian 拜拜 感謝Brian